买一个新盘单位,要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例如发展商,价钱,地点等等,不过其中一个要留意的因素,就是该楼盘的卖方,是如何获得相关项目,又是哪一间公司负责建筑工程部分,事源近几年不少过往不是从事地产发展的公司。 在楼市大旺之下都加入战团,例如有些内地发展商,又或者有些是本地主要从事地产投资,甚至是完全与地产无关的公司,他们一般比较难从私人市场进行收购,镜头官地又没有什么经验,更不要说为楼盘进行规划,建筑等,所以他们不时都会从一些发展商或建筑商手上, 扣入一塞二手地皮,扣入二手地皮兴建楼盘,最大的币处当然是价钱问题,因出售地盘的卖方,当然不会做无钱赚的生意,也即是,该塞新盘单位日后出售时,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卖价已经是被人赚了两转,价钱当然不及赚一转的吸引,但价钱是少,若果以高价买到美货,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太过介意,又或者说,贵与不贵,各人心中有数,你觉得价钱不适合可以不买, 之不过,除了价钱问题外,单位质素相信是更多买家关心的问题,因这类楼盘很多时都以楼花形式发售,很难可以看完现货再买,但若果质素有问题,到收楼时就真是一吐气,近日就有一个楼盘,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事,话说这个楼盘几年前由一个地产投资家族从某家以建筑为主的本地公司扣入,再引入一间在港知名度不高的内地公司作新股东,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而物业去年收留,不少买家都觉得质素未如理想,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执楼,向发展商方面提出要求, 不过,物业收留后大约半年时间,文说执楼工程只进行了小部分,农历年后更仍未开工,部分买家原本预备好收楼时间入住,但却因工程问题,即使收了楼都有家归不得,更听说当中有人因此要在外租楼暂住,白白要负担额外开支,最终有住户要向区议员求助, 事件仍未平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收楼后发现单位有问题,当然是直接向发展商提出, 但在这个个案,涉及的单位包括负责建筑的以建筑为主的本地公司, 买入地盘再买出的地产投资家族,以及真正销售的在港知名度不高的内地公司, 对一般买家而言,该地产投资家族可能是认知到最高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现时只持小量股权,当然不会负这个责任, 以建筑为主的本地公司一早已收钱,能起好物业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超额完成, 其余的,可能都不太会理会,至于在港知名度不高的内地公司, 可能根本这香港交流后要如果操作都不太知道,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